新冠肺炎疫情在港持续蔓延 商业受到重创 许多商铺面临接连倒闭 位于尖沙嘴一个不起眼角落的这家裁缝店 也从门庭若市到门可罗雀 但面对疫情风波 店长罗尚梅尔瓦尼并没有抱怨 他一如既往地用热忱 面对每一位顾客 用乐观的心态迎接挑战 山姆裁缝是香港一家 有着63年历史的西装定制裁缝店 罗尚是这家店的第三代店长 这位在香港生活了40余年的印译商人 告诉记者 香港是他最爱的城市 也是他无法割舍的家园 罗尚讲话的语速极快 常常伴着夸张的神情和动作 美美说到香港 罗尚都会两眼放光 他惊叹于香港的完美和港人非凡的努力 2000年 罗尚从海外留学工作归来 从裁缝店的底层做起 参与了裁缝店的成长 也见证了香港回归后的发展变化 在2019年6月 香港爆发为时不短的修例风波 社会撕裂经济名声 遭受严重影响 对此罗尚称自己不想国多评价 他称自己为乐观主义的进化论者 他希望政府和民众可以互相理解 团结一致 着眼当下 聚焦未来 我不能批判它 但我不是那种人 我不能破坏东西 但我感觉很悲惊 这是一场最悲惊的时刻 看到香港人 把自己的街道砍掉 这对我没有意味 我们不能改变 这两年过去的事 什么事 是有事 修例风波中 香港被推上国际议论顶峰 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压力和挑战 然而此波未平 疫情又起 罗尚明白市民的焦虑 同时也理解政府的为难 作为民众贤的压力和区域 我们必须给我们的压力和空间 我们必须给我们的压力和空间 我们必须给我们的压力和空间